Mina san gong ni qi wa 这是男肉 而你看到这款游戏 其名为一日 现在时间2021 6月21号周一 点容成了三点多 总之是最新发行的一日系列新作 零刻的铁道入口 诶终于不是这文了 那因为开发这个游戏团体终于开窍了 为了迎合大众 首次登陆Steam 而且是官艺 虽然游戏文字没多少 那也行个 而且以我录制时间为准 也是demo版 那也可以 以这个游戏绝逼独特的叙述手段 还有它那非常猎奇画面跳脱 且引人入胜的恐怖气氛营造 值得咱尝个先啊 当然这是我录制这个系列的第四作 我宅录的 前者有猫日怪谈 殡葬列车 封闭的未来 各位路人们如果本次吃的好 可以回头舔 关键词就是一日 此道黑 行咱回到游戏啊 它是零刻的 什么零刻啊 其实就和一日是一样的 日文翻译上的一个端板啊 谁现在还说一日啊 要不是第二天明 所以它这个零刻的铁道入口 就可以翻译成 浑丧铁道入口 毕竟日本是在中国撇出去的 所以它现在用词 都是在中国的老古语啊 让我想起伏伏伴呐 中国的骄傲 所以不但看出 这次大舞台就发生在铁路口 还是小女生 两个 只会有一个像是镜像嘛 是不是啊 一囊发黑 原神换散 一副死不好死的样子 牵着另外一堆女生的手 反正对着咱这个镜头啊 无言以对 反正不管他们是一个人 还是两个人 是生还是死 身前还是身后 反正那就看起来冰青玉洁 水出不容之花季少女 两个人都竖着 这个可爱的小刘海 看起来玲珑剔透 和那个赵和年人呼声一样 秀色可乖 这回没说错 而后面这个铁路的景色灯 一直在闪 闪我眼韵 它就是不过车 这没关系 往远处看仓顶之上 一片混沌 阴霉笼罩 于是此行 一开始踏入境地 便是乾坤混沌 四项 捏倒 这句话说的倒是没错 我亲爱见过卧鬼人 即便在铁轨中 你车来了 他不是碾死你 在车底下翻过你挤着圈 给拽出去了 人还没死 小时候模糊就不说了 皮开肉战 骨筋分离的同时 人还能说话 瞪着个眼泡子 痛苦之日 还能喘气 你敢信 你放眼光去十来米 都是他的 不是血 是他的皮 你想想一下 你怎么想扎莱普隆 左匹克隆 他不香吗 找个小高层 头上下 他不香吗 小美女 这熟悉的剑木 熟悉的抠图 还是那句形容 秀色可观 作为玩家 我妄图餐食 亲美色 这个成语找回来了 走 咱走吧 反正我不餐他 我难受 这不是那个 那个 逼 逼 逼 葬列车 那个女主角吗 差点 他妈的口吐 对妈 是不是各位 我应该没清楚 我记得他那个发梢 他时刻端出爱学习的态度 说着我突然想到 平生速度 哎 走 我以为游戏出问题 这一个咖啡店 以他的视角 从外面往窗户里面去看 这一顿彼岸花 实算 他的心声是 我的双胞胎妹妹 冲进了 铁道路口死掉了 她的宝贝的亡灵 一直伴随她的左右 双胞胎嘛 长得一模一样 一个模子刻出来 不一样 就是后面的段代是红色的 她是紫色的 还有就是一个在阴间 一个在阳间 那位在镜像世界 窥探着在阳间的姐姐 要带咱走吗 我还没活过呢 再说她为什么自杀 好家伙 这个游戏外面不离 这得有一个神社 扭车上面的猪连生 做得跟烤腰似的 我还得语言上渲染 随风飘舞的猪连生 仿佛无声摇曳 带来了死者无情的悲伤 时刻撼弄咱们玩家的心灵 但是他控制主角 永远都是不为所动 重鲁不惊 祸不当头 不到最后一刻 都非常的淡定 她一边走一边想 可能刚才比方话 触动她的回忆 她说她这个妹子 生前一切都和她一模一样 穿同样的衣服 上同一所学校 的确当父本的都很喜欢 作为父母的弟子 要很欣慰 但是当事人可未必会这么想 她说这个妹子 比她可爱这么一点点 任性这么一点点 这油彩蛋 你看下面海报 死臭 怨之子 第一个没看懂 这个死臭 我好像玩过 很早很早之前 都是他们公司早期的作品 咱到地了 到了咱妹妹的死亡之地了 前方的铁轨正在过车 这个我太熟 因为小时候家门口 就是铁路 而且那边就是市场 好玩的在那边 每天都得过十八趟 但是我还讨厌这个妹妹 于是乎在某一日我恨念丛生 把妹妹推向了机场过的火车头 不会是这个剧情吗 各位剧情有点跳法 你注意这个字体的颜色 不错 你看这个倒闸 就是这个自动抬杆 好高科技啊 先不说这个 你注意没有紫色的字体和红色的字体 一个代表他 一个代表他妹 他一开始红色的字体说 我的双猫胎妹冲进铁路口死掉了 那是红色的字体 虽然对妹妹是感到背上这白子字体 应该是在控制主角的心声 可是却有种仿佛 从双猫胎的咒服中解脱出现的情形 落实了 不是姐姐害死了妹妹 就是妹妹害死的姐姐 咱先控制 也许是双猫胎的姐姐 现在是妹妹 那个死掉的 其实是妹妹的姐姐 所以现在活在世上 看似姐姐 其实是妹妹 而死掉的 说是妹妹 其实她是姐姐 好吧 你们能听懂 在你们 我只负责解说 在今间其实是姐姐的妹妹 她死不甘心啊 这画面的剧情映射太明显了 这两个鼻 暗花代表的姐妹俩 我必须得把话说完啊 不然还以为我口吐卑劣呢 行不开玩笑了 我就拿小子和小红代表吧 死是小红 活是小子 这个小子可能因为家庭原因 嫉妒妹妹 长期积怨 再加上心智也不成熟 某天在盗口和小红玩 临时起义 我弄死你们 反正就一推这事吧 完了之后回去告诉爸妈 其实我是你们疼爱偏向的那位 反正是双胞胎嘛 所以她肯定本来是小红 杀了父母疼爱的小子 充当小子 便可独占父母爱 这样说各位都明白了 咱不成什么姐姐妹妹了 所以冤有头这样一主 被她杀了那位同胞姐妹来找她了 这不是那个封闭着位来跳河的那位 塌鼻子女生 搞这也没有意义 才算没意思 这不都死过了吗 这几个妖子被风吹的 还是那骚气四散 按这个神道教来讲 她这个鸟居是垮界入口 只不过此时此刻 八百万神也保不了咱 不停地串上了 前几代的猪脚全都出来了 这低代那个有女装大佬批号的 父亲的小学生吧 他爹是真能搞啊 在当街在警察面前亮镜 差点没让警察一枪给崩了 怪异侦探 行嘞猫是怪弹的猪脚 那只猫又出场了 跨屋中演出 外带串场 辛苦你了啊 喵喵 怎么着 找不出你爹了吗 那样的爹不要也罢 嗯 啊 突然的寂静让我无所适从了 这个蓝布方是个什么东西啊 警戒区啊 从前当时警方介入现场 又有人冲铁道了吗 死亡线上给围起来了 咱看啊 嗯 你看这个广角镜 扎着两个敲遍 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 但是两眼空洞 是不是就说 他害他同胞姐妹的时候 又五六岁 这个形象是他丧生 姐妹当时定格的形象 Fuck 这个Police他冤不冤啊 帮咱挡枪了 这警察叔叔表示 你看准了咬啊 你看准了再扑行不行 我他妈这招谁惹谁了 康明送 喂完代去呗 刚才 也说了 但是这个剧情我猜的猜的也差不多了 行的确是结束了 我结束啊 刚才没说完呢 我亲身所见被火砂头碾死人的惨状 记忆有点模糊了 发生时间也就是在我六七岁这样 那时候还没上学呢 反正那个人是个使光者 捡破烂的 后来听人说他耳朵不灵 并不是自杀 反正当时在旁边玩球呢 我这听到一声惨叫啊 那个撕心裂肺的叫声引起了我注意 当时定间一看 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车底下是个黑塑料袋子吧 被卷了又几车来回 如果不是看着戴着红 拽出车回 我还不知道他是个人 没有封锁现场之前 我靠近去看了 可能是吓蒙了 画面没记了多少 这个命运多喘的老者 是什么形态 我已经记不得了 只记得在他已经模糊的躯体往后看 零零散散的皮 和皮下脂肪粒粒在墨 而且那个皮啊 像蛇皮似的 有很大的斑点 我不懂事 给家大人说 那不是一个人 是个人 是个蛇 其实现在一想 倒是解释通啊 你想在车骨楼底下 任意的碾压 可能体内的血液 在极致压迫之下 透过毛续血管 窜出来的 结果硬生的 把那毛续血管给撑大了 不知道我这样解释 对不对 或许当时我看到 不是这番场景 不是这么个事 不管怎么样 各位 靠近列车道 现在地铁月台 一定要注意安全 像这个游戏剧情 特别是小孩 家大人为父为母的 一定要时刻观测 小孩心理动向 不要因为意识疏忽 或者偏激的对待 释放到不成熟的心智 久而久之 住成大错 为时已晚 而B站小孩 问我跟你讲 你的命不是你的 别因为天天一顶 屁大小小事 胡说了 想不开了 受不了了 但凡你真有这个想法 再挡不住了 我给你一句话 记好 等等再死 到20岁 些许暴打你 当然不暴打也行 你反正也听不进去 这话 就再往后拖几年吧 20岁 如果你还有这个想法 那你去死吧 希望我这句话 能挽救一两个 迷途的少年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 此为Demo版 正式版发行 咱们再见 下个游戏更新的时候 咱们再见 孤独白